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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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 其实可能对我来说生活就是工作吧 可能分不开 对我来说也有这种人嘛 对不要分不开 你反倒是让我完全停下来不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不适应嘛 但是你一直也自己有强调说我一定要开始找我的生活了 对对对对 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嘛 他就会有一些思想方面的改变 包括现在的我 其实看待很多问题都会有些不一样 对 你比如说要分享一个吗 你最近在思考的事情 我要说最近思考的嘛 我怕我说出来会太悲伤了 还是不说了 这个音乐很难聊 很难聊 看你功力了 每年这种地位都已经四海 因为你又一年 因为上春晚不能跟家人团聚 也没有打算之后有什么方式迷糊 这次春晚完三十二百能不能回上家了 对 我会尝试的 对 而且这次团队也把时间调配得非常好 然后其实最后的就是在我选择了 是选择去美国做一做音乐 继续做音乐还是回家陪陪家人 那你之前跟我们分享 你说外婆一直希望你有一个归属 但你说一些没有碰上对的人 这一年还是觉得在这情感方面还是缺失的吗 嗯 再努力吧 再努力 嗯 那因为你这次春晚演唱是叫中国喜事这首歌 是的 那你印象最深的2018中国喜事是什么 10208中国喜事有很多啊 我们国家做的C919的飞机 呃 飞上蓝天 然后还有很多航天 还有很多航天科技方面取得的成果 跟医疗各种各样的成果吧 我其实都觉得蛮骄傲的 嗯 然后 嗯 其实对我来说 对 真的都蛮骄傲的 对 真的都蛮骄傲的 嗯 那于自己而言呢 你觉得 18年最大的喜事是什么 18年最大的喜事应该是出了我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吧 嗯 嗯 对 对 粉丝们他们特别想看演讲会 所以我就答应了粉丝们 非常草率的 就这么答应了粉丝们说 今年看 嗯 今年有 就跟我们也答应了是吗 对 今年会有异星的那条会给他 嗯 但是觉得2018年张艺兴有找到一些自己吗 其实从2018年年末到2019年年初 其实是我一个整个人在一个 短暂的一到两个月之间迅速 可以说改变或发生变化或者是成长的一个时间段 嗯 因为从9月份我跟随着我跟异星娱乐合作 我遇到了一个呃一个人 他跟我在聊的过程中间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他教了我很多他的观点 而他的观点因为呃 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所以我会想去尝试一下 嗯 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改变蛮大的 嗯 那所以现在这样尝试的是什么 可以分享一个方面 嗯 最想尝试的是不去在意外界的言语 嗯 嗯 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做到大概 百分之五十 就已经在你一家去做了 对对对 嗯 那2019年最想挑战的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是什么 嗯 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做过 但是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不能做 嗯 嗯 我觉得其实如果让我选择想要挑战的话 我会在选择演戏方面 如果有再接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的话 我希望是电影 然后如果接 如果这个戏能够 方向能够更 独特的话 我会去选择那个更独特的一个类型 嗯 嗯 悬疑的 方向的小说 我会比较感兴趣 嗯 那因为你之前有公开啊 表示可能想要举在一个 就是 音乐节 对对对 就是 就是 就可能就是前 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 然后在那天看到音乐人那个 在舞台上的 发光发热 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一下就 把那个完全就把那个东西全部点燃 我也不知道 我说那我就办一个吧 嗯 尽一些自己 尽一分力 跟制作人 跟我 我跟制作人们一起 把这个MPOP 推向给 世界 嗯 那最后给我们 立一个19年的flag吧 就是你希望在这一年中 做成一件什么事情 或者完成一个什么小愿望 那然后19年 比我们再来 其实我希望19年呢 就是能够 在音乐上面 取得更大的成绩 跟 嗯 对 成果吧 嗯 对 成果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